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现在部分年轻民众会出国打工度假,我国官方与南韩政府28、29日接连宣布,有鉴于两国间打工签证登记年年报曼,2018年元月1日起,双方打工度假的签证名额将增加至800人。 我外交部指出,105年起,台湾、南韩之间的青年打工度假签证名额为600人,但南韩年轻人来台打工度假的人数比其他国家来台打工之青年人数还要多,因此与南韩政府协商成功,我国与南韩将互相开放增加200名打工签证名额,自2018年元月1日起生效。 南韩外交部表示,南韩年轻人相当热爱至台湾打工度假,每年申请名额都爆满,因此2018年起将推动更多韩国青年在台湾接受语言培训并体验当地文化。 我外交部提到台湾青年度假打工被忘录从100年1月1日起实施,目的是为让两国年轻人利用一年校期签证到彼此国家边度假边打工。